近日中国民用航空局为深圳等第二批民用无人驾驶航空试验区正式受牌 目前深圳的无人机出口量占到全国出口总量的90%以上 那么深圳的无人机产业发展状况如何 有哪些新的应用探索 此次货批试点又将给行业带来哪些机遇呢 一起来看报道 午餐时分 在深圳龙岗的一家商场楼顶 几十架无人机正在工作人员指挥下依次取飞降落 他们运送的是当天中午周边写字楼的外卖订单 订单送达后会放在指定外卖柜 消费者凭取键码自行领取 这是我们通过无人机接的订单 显示会12点过8分已经送达了 每天单量是有20单的样子 中午的时候它的订单量会非常的高 那对于外卖骑手来说的话 它的配送压力会非常的大 以三公里这个半径为这样原型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圈来说的话 平时的话我们基本上正常的地面配送在30分钟左右 但是我们这个基本上我们现在的配送的时效基本在15分钟左右 杨俊伟告诉记者 这个商场目前有10%左右的外卖订单是通过无人机配送的 消费者在下单时可选择普通骑手配送或无人机配送 而像这样以商场为主的无人机配送点 目前在深圳已经有4个 试运行航线11条 共完成8万多单配送 除了送外卖 无人机在医疗领域的应用也逐步成熟 在深圳罗湖人民医院记者看到 装满了核酸检测样本的无人机正准备起飞 从咱们医院这边到检测中心的地面的交通距离大概是15公里吧 飞行的距离大概是10.3公里 无人机首先它的速度是比较快的 其次它不会受交通状况的影响 不堵车从原来的一个小时的这个运输的时间 然后算到了15分钟以内 负责人称 目前他们每天从早晨8点到下午5点 每小时固定至少有一架飞机起飞 每架飞机能运送样本800至1000管 相比以往用车辆运输大大提升了样本送检效率 事实上近年来 无人机的应用领域真是去多样化 业内市认为 本次深圳货批民用无人驾驶航空试验区 将推动更多无人机商业应用落地 这次货评主要是针对城市的应用场景 还有物流运输 那么进行一个相关的一个指导 包括城市管理 比如说我们在无人机的这个 这个森林巡防 核道巡检 应急指挥 应急搜救 包括我们现在这个深圳也有电力线巡检 等等领域的一些应用 那么将使用应该是对我们行业是一个促进作用 这次货批民用无人驾驶航空试